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肯尼迪總統為什麼遇刺? 凶手 究竟是誰? 一直存在爭議 近日 小羅伯特·肯尼迪接受了考爾森的採訪 透露了真正殺害他伯父的凶手 蓬佩奧和他的談話以及川普總統 為什麼沒有解密最後4000份機密文件 1963年11月22日 第35任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和第一夫人傑奎琳 在德州州長的陪同下乘坐敞篷車參加遊行 在達拉斯迪利廣場突然遭到槍擊 不幸身亡 消息震驚世界 很快 路易斯安那州人 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李·哈維·奧斯瓦德被抓 並被確認是刺殺肯尼迪的唯一兇手 這個說法難以服眾 林登·約翰遜總統下令成立了沃倫委員會 此後 國會也成了眾議院暗殺專責調查委員會 然而 兩個委員會的調查結果相互矛盾 沃倫委員會認可政府的說法 奧斯瓦德只是孤狼行動 而國會眾議院調查的結論是 自殺肯尼迪總統是一個陰謀 兇手不止一人 那另外的兇手是誰?哪些人參與了呢? 8月14日 肯尼迪總統的侄子 目前的民主黨總統競選人小羅伯特·肯尼迪 在接受塔克·卡爾森採訪時 點名道姓 說出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根據小羅伯特·肯尼迪的講述 幾乎所有與肯尼迪總統遇刺事件有關的人 都與中情局曼阿密站有關 當時 這是最大的中央情報局站 基本上就是古巴站 參與其中的人是像比爾·哈維 和大衛·阿特利·菲利普斯這樣的人 菲利普斯顯然參與了暗殺他伯父的事件 從所有證據來看 他是李·哈維·奧斯瓦德在中央情報局的經理人 中情局特工E·霍華德·杭特共認不惠 奧斯瓦德就是政府說的單一兇手 在行刺後不到兩個小時就被抓捕 但還沒有開始審判 在轉移監獄時 在保安的嚴謹保護下 被葉總會老闆槍殺 他應該是被滅扣了 另外幾個都是中情局的人 與這名兇手保持聯繫的大衛·菲利普斯 曾擔任中情局古巴站的主任 參與了入侵古巴的豬灣行動 菲利普斯與霍華德·杭特合作 企圖謀殺古巴總統菲德爾·卡斯特羅 霍華德·杭特在2007年1月去世 隨後他的兒子聖約翰發布了一盤他生前的錄音帶 杭特在錄音中聲稱 接任肯尼迪總統的林登·約翰遜 是暗殺肯尼迪總統的煽動者 大衛·菲利普斯和大衛·莫拉萊斯 與另外兩人是行動組織者 林登·約翰遜和菲利普斯都已去世 約翰遜是肯尼迪的副總統 美國第36任總統 如果真是這樣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世時 一生會見過十幾位美國總統 唯獨沒見過約翰遜總統 不知道是不是跟約翰遜 煽動刺殺肯尼迪總統有關 在菲利普斯擔任古巴站主任時 他還與中情局基地J.M. Wave的大衛·莫拉萊斯 密切合作 J.M. Wave是中情局在佛州邁阿密的基地 佔地1570英謀 這個大衛·莫拉萊斯正是小羅伯特透露的 另外一名凶手 並且說大衛·莫拉萊斯是殺害肯尼迪總統的 首席凶手 曾經在越南執行鳳凰行動計劃 殺死了1萬人 根據斯巴達克斯教育版上的文章 莫拉萊斯在1978年5月8日死亡 看起來是被滅口了 這篇文章引述了眾議院暗殺專責調查委員會的調查員 蓋頓·方茲的陳述 1978年 眾議院暗殺調查委員會的證人聽證會 正如火如荼地進行 涉案的中情局人士中 有人自殺 還有參與的黑幫暴徒在聽證前被謀殺碎屍 莫拉萊斯那時已經離開了中情局 但是還經常返回華盛頓 1978年5月初 莫拉萊斯最後一次前往華盛頓 幾天後 他與好朋友盧本·卡巴哈爾一起喝了一杯 莫拉萊斯告訴卡巴哈爾 我不知道自己出了什麼問題 自從我離開華盛頓以來 我一直感覺不太舒服 當晚 莫拉萊斯被送往醫院 第二天早上 即5月8日 卡巴哈爾去看望了他 卡巴哈爾後來回憶道 他們不讓任何人進來 他們讓治安官的副手把他的房間包圍起來 當天晚些時候 決定撤回莫拉萊斯的生命維繫系統 他的妻子要求不進行事件 這個首席殺手估計也是被滅扣 因為眾議院的調查已經追蹤到他了 調查員芳茲 從為大衛·菲利普斯工作的中情局特工 保羅·貝塞爾那裡發現了莫拉萊斯的情況 有人認為 莫拉萊斯可能就是在1963年夏天 與兇手奧斯瓦德在辛爾良見面的那個拉丁長相的男人 那麼小羅伯特是怎麼認定莫拉萊斯是首席兇手的呢? 除了查閱他能獲得的材料之外 小羅伯特還與涉案人員直接進行了交談 他說 他與一些涉及肯尼迪案的殺手進行了交談 其中包括安東尼奧·維西亞納 維西亞納在中情局的經理人也是大衛·菲利普斯 1963年9月 維西亞納在達拉斯會見了奧斯瓦德 小羅伯特還和當時為中央情報局工作的人交談 以及和當時刺殺卡斯特羅的報名進行交談 因為其中一些人轉向了刺殺總統約翰·肯尼迪這個新項目 小羅伯特稱 他可能是唯一能解開這一機構捕獲的人 那麼 為什麼中情局古巴站要刺殺肯尼迪? 小羅伯特·肯尼迪說 古巴站對他伯父在珠灣入侵期間 沒有派遣空中掩護 感到憤怒 珠灣入侵是埃森豪威爾總統批准籌備的一個行動 由中情局組織突襲古巴 計劃在珠灣登陸 旨在推翻與蘇聯合作走向社會主義的古巴總統 菲德爾·卡斯特羅 肯尼迪總統批准了中情局的寢室 在1961年4月中旬執行豬灣行動 但這次行動已失敗告終 肯尼迪總統與中情局古巴站結下了梁子 在這次行動中 古巴站招來並培訓入侵古巴的人 幾乎全軍覆沒 此後發生了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 小羅伯特說 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後 我伯父與赫魯曉夫建立了這種友誼 他還制止了阿爾法66準軍事組織和其他騷擾古巴 擊沉俄羅斯船隻的組織對古巴的所有攻擊 這些人在南佛羅里達州運營艦隊並進行襲擊 我伯父和父親派韓岸警衛隊 沒收了他們的船隻和武器 並逮捕了那些繼續這樣做的人 當然 中央情報局刺殺肯尼迪 可能是最直接的原因 但這也許只是表層原因 而更深層的原因是因為 肯尼迪得罪了整個華盛頓 當時 肯尼迪推行了一系列改革 試圖將美國從泥潭中拯救出來 比如 他對蘇推行緩和政策 避免軍事衝突 用鐵腕手段 終結種族隔離制度 試圖將美聯儲收歸國有 以及美軍從越南撤軍等等 這些政策無一不是對美國人民有利 但卻動了華盛頓利益集團的奶酪 後來 肯尼迪總統的弟弟 小羅伯特的父親 羅伯特·肯尼迪競選總統 但遺憾的是1968年5月 正當他競選活動氣勢如虹的時候 遇此身亡 小年43歲 在與考爾森的討論中 小羅伯特·肯尼迪還講了為什麼 沃倫委員會的調查 得出了確認中情局說法只有一個兇手的結論 眾所周知 沃倫委員會是林登·約翰遜 在1963年11月下令成立 調查肯尼迪總統遇此案 第二年委員會就結束了調查 小羅伯特說 在沃倫委員會之後 任何挑戰單一兇手這一理論的人 都成為了陰謀論者 1967年 中央情報局 向美國媒體中的所有吃根鳥行動人員 400多名高級編輯發出了一封信 稱從現在起 任何質疑肯尼迪遇刺案只有一個槍手的人 都應該被定性為陰謀論者 吃根鳥行動是美國中央情報局 在冷戰時期實施的一項秘密行動 CIA與國內國際媒體報紙 電視台 雜誌等媒體機構建立了秘密的合作關係 向媒體提供情報和材料 以傳播當局所期望的信息 小羅伯特說 艾倫·杜勒斯負責管理沃倫委員會 杜勒斯是被他伯父及肯尼迪總統解雇的中央情報局局長 當肯尼迪總統去世時 艾倫·杜勒斯告訴記者 我很高興這個小混蛋死了 他以為自己是神 然後杜勒斯成為了沃倫委員會的負責人 小羅伯特認為這個委員會應該被稱為杜勒斯委員會 在沃倫委員會的成員中 有鄂爾·沃倫 是該委員會的主席 委員會以他的姓氏命名 但實際上 沃倫沒有太多時間參與 他當時是美國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 沃倫委員會的所有其他人都是全職參議員 或者國會眾議員 這樣一來 艾倫·杜勒斯就成了唯一一個參加每次會議的人 他作為沃倫委員會的負責人 恰好應該是這起犯罪事件的頭號嫌疑人 那時 艾倫·杜勒斯與中央情報局人員大衛·菲利普斯 中央情報局聯絡員喬治·喬埃尼德斯 以及約翰·埃德加胡福秘密溝通 告訴他們會被問到什麼問題 所以這整個事情是協調一致的一出戲 約翰·埃德加胡福當時是聯邦調查局局長 也是聯調局的首席局長 他堅定反對共產主義 在1956年實施反諜計劃 瓦解美國共產黨 後來 這個計劃也被用來針對向馬丁·路德金領導的 民權運動和其他組織 1975年 胡福去世三年後 參議院成立了共和黨參議員 弗蘭克·邱奇領導的邱奇委員會 對司法部和聯調局在反諜計劃的幌子下 濫用調查權展開調查 最終宣布該計劃非法和違憲 我們回到肯尼迪謀殺案的調查 由於沃倫委員會的調查結論不符重 10年後 眾議院成立了暗殺專責委員會 並從1978年開始舉行了一年多的聽證會 審查的證據比沃倫委員會多得多 小羅伯特·肯尼迪說 1980年 國會調查得出結論 廝殺的背後存在一個陰謀 與他交談過的工作人員中 大多數人都相信是中央情報局 他指出 當時的爭端 其實是暴徒和中央情報局之間的爭執 究竟是暴徒暗殺 還是中情局 當時有很多暴徒參與其中 包括約翰尼·羅塞利 芝加哥黑幫大佬 薩姆·吉安卡納 坦帕大佬桑托特·特拉坎特 和新奧爾良老闆卡洛斯·馬賽洛都參與其中 他們在哈瓦那都擁有賭場 並與中央情報局合作 刺殺卡斯特羅 他們有可供實用的殺手 並正在為古巴總統富爾恆希奧·巴提斯塔 訓練古巴神槍手 小羅伯特提到的暴徒 約翰尼·羅塞利就是在國會暗殺委員會成立之前 一個月失蹤 後來被發現碎屍 漂浮在曼阿密附近海灣的鋼製燃料桶裡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 被點名的這些人都已經過世了 肯尼迪遇刺已經快60年 卡爾森就問 為什麼現在還不承認呢? 拜登為什麼不解密 這些與肯尼迪遇刺事件有關的文件? 小羅伯特·肯尼迪反問道 川普為什麼不解密這些文件? 卡爾森說 因為麥克·蓬佩奧說服川普 不要這樣做 川普在任時解密了大部分肯尼迪遇刺文件 根據小羅伯特的說法 大約剩下4000粉機密文件 還沒有解密 國會曾通過一項法案 叫做《肯尼迪暗殺法》 這項法律要求在2017年之前公布所有相關文件 那麼 蓬佩奧為什麼勸阻川普呢? 小羅伯特說 大約三週前 他和蓬佩奧共進晚餐 蓬佩奧告訴他 你知道我在中央情報局時 我沒有做我應該做的事情 修復該機構 蓬佩奧表達了遺憾 然後他轉向我 看著我的眼睛說 該機構的整個高層 都是由不相信美國民主制度的人組成的 這是他的原話 對於還有幾千份機密沒有解密 卡爾森認為 這表明有大事發生 大家可以公平地假設 他們不解密並不是為了保護個人 而是保護機構利益 不久前 曾有人問過川普這個問題 川普的回答是 那部分太可怕了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分享 謝謝大家 祝大家週末愉快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